向云 你怎么了 向云求太后老夫爷成全 你 你已经是有主的人了 你还想怎么样 林黛玉都能爱自己心爱的男人 为什么向云不可以呢 林黛玉嫁给贾宝玉了吗 父母之命 梅浊之言 此乃人伦之礼教 你以臣为言既是名媒正取 就应该遵从女子的三从四德 岂能再想嫁给别人 太后 我 住口 不要再说了 昨日皇上来了 他说要修红楼梦 修红楼梦 现在看来还是皇上有眼光啊 你一心一意的要学林黛玉 如果天下的人都这样下去 那还了得 如果天下的女子都像林黛玉 这世道还成什么样子 和神说得好 贾宝玉还是要娶薛宝钗的 太后 这不是雪芹先生的心愿啊 这可是天下父母的心愿啊 太后 你走吧 以后不用进宫了 皇上 那季晓岚勾引陈慧元的夫人 犹如大臣的声誉啊 陈慧元的夫人 对啊 那陈夫人已经住进济府了 这成何体统 这传说之言不可轻信 这传说之言不可轻信 以季晓岚的为人 以季晓岚的为人 她不会做那种事 她不会做那种事 黄安良所言即是 黄安良所言即是 依我看 问题出在史湘芸的身上 问题出在史湘芸的身上 她自己婚姻不幸 才造成今日之悲呀 才造成今日之悲呀 她这个人哪也不错 就是帮着曹雪芹 弄了一阵红楼梦 人就跟中了毒一样 老以为自己是林黛玉 依黄阿娘之见 此事应如何处置才对呀 湘芸是疏毒多了 这女人嘛 终归是要回到丈夫身边的 别让人家笑话 时间久了也就过去了 季大人 嗯 东西给他 这话都是你的了 好好好 季先生 真多情啊 你少说废话 还不快点写修书 好 小姐 我马上就写 圣旨到 陈卫元 陈夫人听旨 草民陈卫元 听旨 陈夫人 皇帝诏曰 军机大臣合身参奏 书商陈卫元非法勘印图书 妨碍封化 卓继逐出京城 遣回西北元籍 陈陶氏身为人妻 一并遣返 钦此 谢恩 陈老板 在 太后要我转告你 男子和大丈夫 好好照顾自己的夫人 如有亏待 太后绝不宽恕 是 师父大人 太后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夫人 女子三从四得不可忘记 季先生 恭喜啊 皇上任你为文元阁直阁式兼兵部幼侍郎 请季先生即可入宫夕恩吧 我这就入宫 等着我 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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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元 在 一个时辰之内 给我滚出京城 嗯 嗯 酱